哈囉大家好 Blade Griffin與Deterry活塞達成合約買斷之後 正是與布魯克林南網簽下老將最低薪資合約 相信大家對Griffin的印象都還是停留在那 飛躍跑車單手扣籃 以及在快艇時期與Chris Paul D'Andre Jordan攜手打造的Lab City 可惜雷聲大與點小 當時的快艇隊總是無法在季後賽突破重圍 2011年12月快艇隊從紐澳梁黃蜂交易回Chris Paul 正是開啟洛杉磯空拋之城的名號 而且當年就在因為罷工而縮短的球技 打出40勝26敗的好成績 並進入睽違5年的季後賽 在第一輪快艇隊在氣場比賽中擊敗灰熊 可惜到了第二輪被順安東尼奧馬刺很少出局 到了2012 E3球技 CP3與Griffin 雖然幫助球隊打出56勝26敗的好成績 但是他們在第一輪2比0領先灰熊的時候 連敗4場被逆轉淘汰出局 沒有關係隔年快艇更上一層樓 57勝25敗明列西區第三 就在首輪擊敗荊州勇士 但是到了第二輪 不敵Kevin Durant 還有Russell Westbrook領軍的雷霆 在6場被淘汰出局 到了2014-15年 快艇戰績依舊非常優異 連續3年至少打出56勝26敗成績 而且他們靠著Chris Paul的鴨哨上籃 在第7場驚險擊敗馬刺 晉級第二輪 在第二輪快艇隊碰到火箭 4場打完就取得3比1的優勢 但是當球迷們準備好慶祝快艇 終於可以打進西區總冠軍賽的時候 結果快艇居然翻船 被火箭連贏3場 正令許多人跌破眼鏡 這也是快艇隊空拋之城的最高成就了 雖然接下來兩個球器 快艇依舊打出至少50勝成績 但是他們就是無法在季後賽跨越障礙 連續2年在第一輪就被淘汰出局 空拋之城的成員Blade GriffinCP3 在2017年球季相繼被交易敵隊 Blade Griffin去了火塞 CP3去火箭 快艇隊好不容易打造的常勝軍文化 也要砍掉重練 最後我想要問大家 當年Blade Griffin的空拋之城快艇隊 最令你懷念的回憶是什麼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